在一个罪案层出不穷的国度里 出现了一个捍卫正义的天才小侦探 此人的智商超过200 拥有极细微的观察力 在他手下所破过的案件 不曾超过10分钟 他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 罪犯克星 Clarence 黄警官 黄色 使者 加尔顺 今年28岁 初步调查以他身体的僵硬度 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两个小时 以这绳子的颈度 再加上实质的体重 我觉得只有男生可以搏斗 所以我怀疑凶手是男生 以这伤口来看 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造成 所以我更加确定凶手是男生 等一下 还有是做杯子 Alex 我觉得这条案子没那么简单 给我去想想一下 小星 你没事吧 我看你累了 要不然去学习一下 走 喝点水吧 谢谢你啊 我的胃 你是水啊 什么事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可以打我而已 怎么这么暗 开灯开灯 我来 来 我看你们是累了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们那些报告 跟那些证据交给我线 我去处理 好 好 我们先回去吧 Kero 别走 你就是凶手 不要玩啊 黄警官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你不是讲凶手 是男的咧 是没错 女生是不可能徒手绑住那么大只的男生 但是 女生有别的方法 就是毒烟 烟熏她 刚刚我一走进来的时候 你又急忙开着窗 就想彻底把味道撤出 这就是我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独树产的部分 用天薰这个方式 不能即使生效 石则可以挣扎 他可以逃出无碍 一般女生 可以没有那么容易绑得住男生 没错 石则会被绑着 是因为他把麻袋放门的重量 再把麻袋放在窗边的柜子上面 只要轻轻一推麻绳 就会绑紧石则 再加上刚刚你交给我证据的时候 你手上还有绳子造成的伤痕 石则是属于胸口前的那把刀好吗 这把刀只是个掩饰 可是你万万没想到 刀也会有黑色的血迹 所以你已经偷偷骂过了 刚刚你交给我这把证据刀 那开步还在你身上吧 一个男生被毒死后 女生就能力把伤口刺得那么深 刚刚我叫你们开灯的时候 你第一个就开中了 所以你认识死者 并且你来过他家 大家走 谢谢你啊 他是救我 你那什么名字啊 黄色 你为什么那么厉害 你怎么破解这个案件的 在我疲惫跟压力时候 我会玩 Astraconical 这场战争会让我 我的名字是谁啊 我的名字叫潘多拉 无论发生什么事 潘多拉一致守护在你身边 Astraconicals以 MORE OF CREATION 联动角色 最终无趣 潘多拉正式登场 赶快下载游戏体验 新英雄和新玩法吧 我们曾经参加 其实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始终不曾偷下 在生与丝之间 像你呼喊着的那一句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